安理会通过重要决议 红海会重回平定吗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蓝观点 每日勾结 看似为了和平 实则另有目的 这两天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由美国和日本联合起草的决议草案 这项草案的主要内容是 要求胡塞武装停滞对国际商船的袭击 从表面上看 有人可能会觉得 美日难道这是转性了 居然主动想要威慰 也使不来 美日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们心里清楚 胡塞武装肯定是不会停手的 所以搞这么一出 不过是为了实现两个目的 第一 在国际上不去一个好名声 第二 是为合理打击胡塞武装找好理由 第一个目的很好理解 自新一轮的白亿冲突爆发以来 中东就变成了一个火药筒 以色列的名声也是越来越臭 美国作为其背后的老板 没少进来掺和 给以色列行动背书 导致他自己的国际形象也受到了影响 这个时候 美国和日本人提出这个草案 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国际航运的安全 实际上也是为了挽回自己的一些颜面 自己在国际上树立一个维护和平的形象 至于第二个目的 才是美日此次行动的根本动机 美国一直是胡塞武装为眼中钉 多次计划准备对其进行军事打击 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入院 这次美日提出的这个草案 也是为了给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找到一个合理的借口 如果联合国通过了这项决议 那么美国就有可能这次机会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 从而实现称霸中东的战略目的 中国和俄罗斯早就看穿了美日的小把戏 所以在安理会表决时 双双投下了弃权票 不过话说回来 美国凭什么断定胡塞武装不会停手呢 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依据 第一点 美国听说胡塞武装在红海搅局的根本原因是袈裟问题 但美国同样明白 要解决加身问题可不是一事办会的事情 所以在短期内 袈裟肯定平定不了 胡塞武装也停不了手 第二点 胡塞武装对美国抱有极强的仇视心态和报复经历 要他听美国的话 显然是不可能 据新闻消息 就在召开安理会的当天 胡塞武装还发射了18架无论机和3枚导弹吸引美军 同时还发表声明称 这是对美军前段时间攻击胡塞武装海军的报复性回应 由此可以看出 美国和胡塞武装之间的确是水火不龙 因此呢 让胡塞武装听话听手 简直是吃人说梦 鉴于以上两点原因 美国最终甩责和日本狼狈威艰 试图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为自己的军事行动提供合法性 并一步实现其在中东地区的大权野心 说实话 正是因为美国有这样的想法 红海局势注定平定不了 当然 胡塞武装现在也是两难的很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